大家好 我是Wouse 今天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 可能是史上最詳盡的澳門資料 因為一下看到影片當然是有感而發 然後說 欸? 那我澳門人 我又知道那些資訊 那不如由我來分享吧 第一點就是 澳門的地點位置 主要是由三個島組成的 一個是澳門半島 一個是路騰區 第三個是路環 澳門是有什麼交通的方式? 澳門這個地區 總共有四種 一種是暴行 第二種是輕軌 第三種是巴士 第四種是的士 的士有分電照和普通截車 澳門沒有滴滴 沒有Uber 有一個它自己自家的電照車 但是這個電話我試過打的 十輩子都沒有人聽的 輕軌暫時站在坎仔區有的 所以我們那些澳門半島區 都搭不到輕軌 路環那些 我搭不到 有三條橋 連接澳門半島和坎仔島 接著這三條橋 分別是 第一條大橋 是專門給公共汽車開的 然後第二第三條 是普通公共汽車 私家車 全部都可以使用這條橋 澳門使用的錢 主要就是 澳門是澳門元通稱 澳門是絕對用到人民幣和港幣的 但是有些時候 很多商店都會一比一比一 所以不是太大 都是換好澳門和港幣用的 在澳門用的最好 澳門的付款方式是有幾種的 一種就是電子支付 一種是現金 另外一種是綠卡 還有一種是澳門通卡 我巴士每程就6元一次 澳門呢 如果要去香港的話 就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搭船 一種是巴士 如果搭巴士的話 就多數是坐90分鐘 使用那條港珠澳大橋 世界第九大奇跡 世紀大工程來的 真的要好好使用這條橋 搭船的方式 現在搭船有兩個碼頭的澳門 分別是有 坦齒碼頭和港澳碼頭 通常船有兩種 一種是金剛飛航 一種是噴射飛航 我本人多數是坐噴射飛航的 我覺得金剛飛航坐會咬 容易咬 噴射飛航又靜又快 又不會運船 船程大概1小時 港澳碼頭還可以搭去深圳 如果澳門是去內地的話 就有很多選擇了 總共有三個著名的關口 一個是關閘港北關 一個是清貿關24小時 一個是橫琴關 澳門這個地方 每走幾步路 總有一間娛樂場在附近 不是每個澳門人都是賭神 澳門的產業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旅遊博彩行業去發展的 例如領售、娛樂場、酒店服務 澳門的福利 我覺得應該是全世界最好的 又可以做到免費派錢 免費消費券 免費的學習費用 澳門也是一個非常多博物館 和世衛景點的地方 而且澳門最神奇的就是有中西建築的合璧 一個西式建築 旁邊總有可能有一個東方的建築在左近 而且它也是最多教堂的地方 也是最多假東西的地方 假拉斯維加斯 假蒙迪卡羅 假羅馬 假鐵塔 假威利斯人 澳門這個地方 其實最適合的行慣方式就是走路 因為澳門這個地方太小了 每走幾步路就一個景點 每走幾步路就一個景點 所以散步 萬步小城 其實是最適合深度遊澳門的 澳門就是被葡萄牙人殖民過的 然後1999年 就回歸祖國了 回歸之前 就真的那些土生的華人 都會拿到葡閣的護照 澳門就是跟葡閣法 澳門被葡閣殖民的時候 他們採取的態度是互不相干政策 你有你生活 我有我生存 即是來澳門必慣是什麼景點呢? 一定是大三巴 這個絕對要去的了 我先分享一下 最出名的大三巴 其實為什麼會變成一塊牌坊呢? 原因就是經歷三次大火 因為有三次大火失洩 由原本超大超美的教堂 燒到變成一塊牌坊 民政眾署 議事庭前地 玫瑰糖 教堂 現在還有澳門塔 澳門觀光塔 還可以玩極限運動 陳那些都說過 那個觀光塔呢 全層是有六十樓 六十幾樓高的 食物份啊 如果想看 當地澳門的人民風情呢 就記得一定要去澳門一些街市 熟食中心裡找東西吃 又便宜又正又好吃 NICE 澳門有什麼必食推介呢? 美食啊 一定要吃 分別就是葡國餐啦 那個葡國餐呢 就必食 一定要吃 葡國雞 因為葡國雞呢 只有澳門才有的 葡國菜裡面的葡國雞呢 連葡萄牙都沒有的 推介幾間葡式的餐廳 就是海灣餐廳 小飛醬 小木飽 俱樂部 還有沙利文 葡他 肯德基已經把他發揚乾大了 就是 浩他 雙皮奶 他都是禮澳門必食 茶餐廳啦 港式茶餐廳 燒美飯 我喘都用 還有 我覺得呢 港澳麥當勞呢 都一定真的要試一下 港澳麥當勞 味道都不同的 然後澳門是 厲害的美食之多 所以澳門是什麼菜式 都基本上都可以吃掉的 日式 葡式 黃式 泰式 中式 每逢9月來澳門就去煙花看 每逢11月來澳門呢 就一定必要看大賽車 然後再加一個美食節 澳門的博物館推薦呢 一定要去澳門博物館啦 親子的話就去科學館啦 然後龍環袍玩藝術博物館 澳門的住宿呢 就基本上呢 都沒有民宿 沒有Airbnb 只有三色酒店 和賓館 和貴家酒店 澳門的電壓基本上是用220V 三腳的插頭 不過基本上呢 但是一個國際插頭呢 就去到走天涯呢 都不用怕的 澳門主要是用Google地圖 和高德地圖 乘巴士的話可以單巴士步站 然後說國語就 非常不用怕的 國語呢 絕對不會感受到 不好的面色 我總會非常熱情 澳門人的服務態度呢 是絕對一流的 伊芝斑 坦城區 一拉那些酒店 金剛大道呢 就是所有一條路 直落都是全部的酒店 連賭場那種酒店 有什麼免費表演呢 一定要看啦 銀河呢 它有一個免費的巨轉表演 永利呢 就有富貴樹看 永利皇宮呢 就有音樂噴泉看 新勞天地呢 以前就有一個很精彩的 要付錢的水母監表演 但是這個呢 目前暫時疫情沒有了 聽聞啊 2024年又會重出江湖 然後這麼多酒店裡面呢 最好走一定有威利斯人 價格中高低全部都有 最好吃呢 就一定有銀行 很多有趣的餐廳 然後最好看電影呢 就是普京人 因為它有4DX 還有IMAX 還有普通電影 可以選擇 想看那些藝術館呢 就要去美斯美高梅 還有華麗酒廊呢 就要去永利皇宮 哪間賭場裡面呢 最多東西吃呢 永利呢 是有免費的茅台咖啡飲 然後還有一些免費的小食 美高梅呢 還有免費的珍珠奶茶飲 又是有小包店提供 金沙呢就炸得水了 還有免費飲料 沒有東西吃 然後路坦區呢 還有一個地點 觀野街 都值得去行的 記得行橫街集行 還有呢 在觀野街呢 記得吃什麼呢 檸檬車露雪糕 榴槤雪糕 隱世拉麵 還有葡葛餐廳 都在那裡 有時間的話 去賣路環的澳門人的後花園 去這裡呢 有什麼做呢 可以看到大紅包啦 跟著呢 吃到 路環的安德魯普塔 去到那個 新的景點 造船廠景點 還可以喝到 造船師傅的手打咖啡 可以吃魚餅麵 澳門的超市呢 最大間 主要啊 最出名的三間 一個是 萊萊欄 跟著之後有 白街 深苗 這三間 澳門最大的超市 電訊公司呢 就是 CTM 澳門電訊 三 和機 之後還有中國電訊 這三間 Wi-Fi呢 就是 酒店啊 茶餐廳啊 咖啡廳都有的 但你說街邊的景點呢 就沒有Wi-Fi提供 免費的 酒店接駁車呢 就沒有訂 她的酒店都可以免費坐的 好 就是這樣啊 哇 終於分享完我的分享了 希望這條片 我要幫大家 對澳門多一點的理解 就是這樣啊 好 那我們下條片 再見 拜拜 希望這條片 對大家有用 有所幫助 對啦 有什麼問題 或者 歡迎下面 留言 就是這樣啦 拜拜